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很多很多年了 是从我初中初二吧 开始有自己的 形成了自己一个很初步的审美观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的鼻子真的是非常不好看的 你们看正面可能不觉得 我等一下给你们看侧面 然后就一直想 从初中开始这个愿望非常的强烈 其实我高中毕业就非常想去做了 但是我就不 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来源 我也不想问父母要这个钱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去做这件事情 那等到我有收入来源的时候 我这个职业 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美妆博主 大家也知道 我承认我是一个还蛮在乎我的受众 我的观众朋友们 给我的一些反馈 给我的一些意见 所以我就很纠结 我已经有钱去做了 但是我又很担心 我做了之后 大家会对我攻击什么的 很多的这种言论 如果不是因为做博主 其实做鼻子这个手术 我可能很早就做了 在这纠结的过程中 我跟我妹妹 还有跟甲手 其实都讨论过挺多次 我不可能一辈子拍视频 所以当假如有一天 我已经不做这个行业了 或者说到了我年纪大了 可能大家也不想再看我化妆啊什么的 这个时候 我可能会回想起 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怕网络上的评论 而没有去做一件 我从初中就一直想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所以希望在看视频的你们跟我 我们可以互相尊重 如果你非常厌恶她 整容这件事情 你不喜欢这个行为 你觉得整容了 可能就是什么忘掉出现啊之类的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关掉 其实我的鼻子看正面还行 它是比较秀气窄窄的那种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的鼻子比较短 再加上我现在就是在矫正我的牙齿 我的牙齿是往内推的会 所以呢 在往内推的过程 我的人中呢 它会越来越这样子 就是会视觉上会越来越长 大家看我的侧面 鼻子才是一个重点 它上翘 然后呢鼻梁 就不要说鼻梁 我没有鼻梁这种东西 就是非常的平 这里是很平的 所以就这一点 让我的侧面很不好 其实我侧面最大的两个问题 就是鼻子太塌了 还有就是嘴巴有点凸 但现在嘴巴我已经是在 就是牙齿已经是在矫正当中 因为鼻子太塌 还有一点朝天鼻的 这个特征呢 就是让我 面对镜头的时候 我真的大部分的时候 我都不会侧面的面对镜头 我看了这么多的鼻子整容日记之后呢 我的鼻子条件真的是属于很差的那一批 就是连我面诊过的医生也说 你这个鼻子条件确实不是很好 我今天的行程安排呢 就是要去面诊那位跟我动手术的医生 其实我在2019年1月份的时候 已经面诊过一次了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方案 我回去之后 就是也有跟其他的一些医生接触 然后每个医生都有给我方案嘛 手术因为鼻子手术的术式有很多种 然后我就对比了好好久 思考了好久之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医生的术式比较适合我 那今天呢要去面诊就是 要去更加多的沟通这个手术的细节 我们现在到了 然后不知道他应该能不能给拍摄 我觉得可能不允许 先问一下医生吧 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可以录一些我们医生的对话给大家看 因为客人过来 恋爱非常小 跟你差不多 真的要用手机的手术 然后让我再生了 然后再生了 那我之前和我一回合一回合 然后呢上次跟我们医院长 商談过一次 嗯 궁금한 因为我就是面谈过你们之后 我也有就是 去大医院面诊过 然后其他医生和给我 其他的一些方案的建议 然后就大概 然后就想问一下 他们的想法 嗯 有哪个差异 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啊 我说我的鼻子很小 然后可能鼻中隔的量估计会不足够 然后耳朵的软骨也不能去太多 就像刚刚说过的变形 就可能不能够完成这个鼻头的延长 然后他就建议我 再多加需要用一体类软骨来延长我的鼻头 那就是那种材料的选择 我们的病院很相似的 通過整個病房は痕跡固定量も使用不了 昨天病房に対する理由を使用する理由から痕跡固定量もあって 痕跡固定量も使用可能に問題が出ないので 痕跡固定量もよく使うものが良い 痕跡固定量も変化する 경우가常にある 但是可能是一期的效果更好看 但是時間久了,吸收率更大 所以要改變更大 我不要又高又长 因为你本身技术就很小 但是 枇杆用的东西是很高的 比重击和巨型用的程度 最好的眼睛 我的眼睛很窄 我怕眼睛变高了 眼睛太近了 所以我们经常做了2-3mm 我现在在卸指甲 因为明天手术的时候 医生说要把手上 脚上的指甲油全部都卸掉 因为它好像要夹一个东西 去检测你的身体的各种情况 有指甲油的话就检测不了 我刚刚洗完澡洗完头 然后因为明天就有手术了 所以呢 手术之后好几天都不能洗头 我刚刚就很认真的 把我的头洗了两遍 然后我也打算 现在要好好的洗个脸 因为手术完之后 有几天应该也是洗脸比较困难的 就洗不了脸 我现在心情还是有点紧张的 是明天早上十点的手术 然后手术时间呢 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然后但是我会在下午大概两点的时候才醒过来 因为它的麻醉不会这么快的过去 然后现在有点小紧张 从明天凌晨四点开始就不能够吃任何东西 包括水也不可以 就一直要空腹 然后这个呢就是医生之前做过的一个案例 我就觉得这人鼻子跟我挺像的 我就给他看了这个照片 他也说我的鼻子跟他挺像的 然后做完就是这个效果 希望明天可以一切顺利 然后甲手同学呢 他在那边工作 在忙一些事情 他明天也会陪我一起去 就是一直陪我在手术室外面陪着我 这也让我就不是我一个人 我就觉得稍微安心一点 我现在起床了 因为从明天四点开始就不能吃 不能喝什么都不能进肚子 所以我睡到之前猛灌了几口水 然后今天呢肿成了一只猪 有点紧张 本来我们调的闹钟是8点45 然后但其实我6点多的时候 就已经醒了一次 现在它们不能下降 所以它们下降 因为呢就是说 我们鼻头可能不能充分的往下走嘛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鼻翼会反方向的稍微提升一下 后来呢 稍微高一点 上边呢 上边呢 这边的肩膀也不太确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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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这边是重要的 因为这边的肩膀也不太确认了 因为肩膀也不太确认了 我们左边的肩膀也不相同 这里看上边的肩膀也不相同 你看这个地方是你们看得到 这边的肩膀也不太确认了 然后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软骨涂出来的 嗯 这边的肩膀也不太确认了 所以你不太确认了 你不太确认了 然后呢 这个不是很奇怪的 以后做完手术后 你再看见它 不要觉得是手术问题造成的 嗯嗯嗯嗯 现在妮可她已经进手术室了 然后除了医生还有工作人员 是不可以进去的 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等她 那祝她顺顺利利吧 好吧 然后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 在这里面等妮可 她现在还在手术 可能还要等两个小时 这个样子 你问我担不担心的话 其实我还是多少会担心 虽然我已经提前了解过 这个医生她的技术 确实是可以的 我知道这个事情呢 是妮可她 真的是妮可她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心愿 那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陪着她 现在妮可还在昏迷 就还在睡觉中 因为打了那个麻醉药 你要干嘛 睡 睡 等一下 就是妮可呢 她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宿醉状态 就像你喝多了 然后不行人事那种状态 你也不知道她在干嘛 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就是妮可她一直都很想喝水 因为她的那个 只能用嘴巴呼吸 所以就很干 你要喝水就跟我说 要喝水是吗 就要拿这个水给她喝 你喝一下要换气 要先呼吸一下 再喝 知道吗 就是你要先换气 换好气再喝 不要一直喝 这样你呼吸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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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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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 他猜目 我猜目 好 真的 感觉应该还是有点 痛 所以我看到他都有点流眼泪 大家好 现在已经醒了 其实一点都不痛 但是 因为把醉还没完全过出去 所以 所以头还是有一点晕 然后高高院长进来跟我说 我的手术难度挺大的 一般客人做都是一个小时 多一点到一个半小时 但是我一个做了两个小时 因为我朝天鼻太严重了 所以要拉下来 难度比较大 然后我的鼻子又很小 材料可以用的又比较少 所以他跟我说 他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做的好看 但是正面正面看的话 肯定还是会露一点鼻孔 虽然这个鼻子肯定做出来 不是那种百分百完美的 很有稍微明显的感受 我已经很满足了 别人说打麻醉很疼 但是我没感觉 打进去两秒 两秒我就开始晕 下一秒就立刻睡着了 什么感觉都没有 其实我要看我现在精神很不好的样子 只是我眼皮有点重 但其实没有什么很痛苦的感觉 大家不用担心我 我现在回到酒店了 其实我精神还蛮好的 然后我在喝他们医院给我配的这个蓝瓜粥 它说是蓝瓜粥 但是是流流动性很强的那种 但是其实味道不怎么样 但这个蓝瓜粥就是帮助消走 大家不要看我现在包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心情还挺好的 就没有很不舒服 站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晕 躺下的话 我现在还能打个王者荣耀呢 但是我不想打 因为虽然我能打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 会坑队友还是算了 吃完东西之后呢就来吃药 它每一个药包给我写了数字 就按顺序吃 它挺多的 一共有五种 但是我除了记得是有症透消炎 好像还有一个包住消走的吧 另外两个我忘了它是什么药 还好我急着带了热成糕 我带的这个是伊丽莎白痒痒痒这个 护成糕 嘴巴好干 我真的好敬业哦 到现在还在跟大家推荐好物 这热成糕真的超好用的 我现在开始冰敷 他说除了鼻子的部分 脸颊啊眼睛这些地方 都要冰敷一下 前三天是冰敷 后三天啊后面是热敷 哈喽大家好啊 现在是我做了手术的第二天 然后昨天刚做完吧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挺精神的 但是从昨天凌晨开始呢 他就可能鼻子他感受到了有异物在里面 然后他就开始不舒服 他不疼 一点都不疼 但是那种感觉呢 就像是你得了很重的感冒 然后鼻子呢堵堵的 然后呢酸酸的 呃就会想要流很多的眼泪 然后对就大概就是这种重感冒的感冒 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是去了医院 然后医生给我把这个鼻孔的两个棉花给取出来了 现在就那两个棉花取出来之后呢 鼻子就可以呼吸 现在已经好了很多 我没有给大家拍上面是因为我现在非常肿 我很担心拍了会吓到大家 或者说B站不过神 怕什么太血腥啊之类 现在不是B站有一点血都不可以放出来吗 然后眼睛下面是有那个扩散开来的淤血的淤青 那个我就不拍给大家看了 我怕真的不过神 我眼睛就是肿成这样 我变成了一个超级肿眼皮 今天医生开给我的药 给了我一个这种 呃别签是用来消毒用的 然后呢 就是类似于消毒水 消毒的东西 就是每一天要在那个伤口上面去消毒两次 然后这个呢是药膏 呃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药膏呢 它是就是去疤的 然后因为我的皮肤比较薄 所以呢那些淤血透出来的就比较明显 所以为了让那些淤血散的更快呢 他又给我配了一个叫做淤血膏 散淤膏之类的吧 就像眼霜一样涂在眼睛下面还有上面 这个呢应该也是消毒用的 这个只在晚上睡觉之前 用一次性的就一次用 今天是手术后的第三天 然后医生也说了这一天呢 会是最肿的一天 那我今天确实就比昨天更加的肿 你们看我的眼睛 像不像双眼皮疙瘩了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肿 然后呢我现在要就是去酒店这里的健身房 去走走走一走那个跑步机 就医生说不要剧烈运动不要跑步 但是要不不要一直在酒店坐着或者躺着 要稍微轴动一下 这样子它会好得更快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我手术之后的第 第几天第五天还是第六天 我前两天没拍是因为前两天 也就没什么可以分享的 就是一直就肿着 它就慢慢消肿这样子 然后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 就是大家不要看这个好像 就确实看起来很恐怖 但其实它不疼 它这个黄黄的呢 其实就是那个淤血 它现在慢慢的散开了 医生说这是正常的 然后说大概两周 两三周左右它就会消失掉 现在呢正在吃一个意面 吃了一半就想跟大家来聊聊天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很多的那种 整鼻子的日记 就大家都描述的那段时间 很难熬很痛苦 但是我真的觉得还好 我除了我觉得第一天 还塞着那个鼻塞的时候 有点难受之外 其实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就是肿着 然后你比较找的比较丑 但是你身体上没有什么 痛或不适的感觉 做完手术的这几天 我的一个心路历程 就是刚开始做完的时候呢 我说实话我是处于一个非常 兴奋开心的状态 觉得哇我终于做了这件事情了 天哪的那种感觉 哇这是我这么久以来的一个 心愿想做的事情 我终于做了很开心很亢奋 过了那段亢奋之后呢 会陷入一个恍惚期 就是那种感觉 有一点像你高考了之后 你寒窗苦读12年 然后高考完之后 你就会有一种 我真的高考完了吗 我真的考完了吗 的那种 然后我想了一下 我从初中开始想做这个鼻子嘛 然后想到现在 我算了一下大概也12年 也产生了这种 诶我真的做完了这个东西吗 我真的去做了这个东西吗 没有实感 因为我还没有验收成果 就像你高考完 你不是马上就知道成绩的 你成绩也没出来 现在我也看不到我自己鼻子长什么样子 在这几天里面呢 大部分想的事情 当然就是跟这个鼻子相关的 虽然焦虑虽然紧张 虽然这几天真的想了很多以前的一些事情 但是 我觉得 我完全没有一个瞬间产生过 我觉得 好后悔的 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 我明天呢就要去拆线了 我明天就要去拆线了 所以我今天话才这么多 好担心 他到底整的是不是 我想象的样子 肯定不可能是我百分之百想象的那个美好的样子 但是 我觉得我跟医生沟通了这么久 我做了这么久的功课 我做我从去年八月份就开始做功课 面诊了这么多个医生精挑细选 选了一个我觉得适合我的 跟我的审美观匹配度比较高的医生 我觉得出来的效果应该跟我想象中的是比较接近的 如果给我自己原本的鼻子打分的话 我可能会打30分 然后我的要求其实非常低 我希望我的鼻子就是能够到达一个比合格线再好看一点 比如说70分 60分合格吗 70分这种 我就很满足了 我绝对不要求做完这个鼻子之后 我的鼻子 我的整个人 或者说整个侧面 能达到什么360度无死角 完全没有这种奢望 然后我今天还非常勤奋的剪了好久的视频 是这个2019夏季粉底的四瓶 四款粉底的测评 还没看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哈喽我现在要去拆线了 再去医院的路上 然后我昨天晚上转转反侧一夜无眠 一晚上都没睡 没睡觉 可能就是因为焦虑吧 其实我也不想想 但是就控制不住 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然后我现在呢 就是已经六天没洗脸 六天没洗头 这是我人生自从最邋遢的一次出门 天呐 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你知道吗 我现在还挺紧张的 因为听说拆线这个环节是最痛的 救命 要了我的老命 好害怕 哇 到这边了 但是我们来的有点早 本来约了是9点50的 现在才30分 早到了20分钟 医生还没来 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 我觉得我眼睛也没有完全消肿 就这个地方 还是 哇你看我的眉毛 我的眉毛全都长出来了 天呐 一个星期太可怕了 你看我的眼睛就好像 因为两边消肿的程度有点差异嘛 所以呢 感觉有点大小眼是不是 就这只好像小一点 然后这只大一点 我刚刚拆了耳朵的那个线 然后它就让我来这里躺在这个机器下面 就投在这下面 然后大概 然后它就有那个灯一闪一闪的 大概过了10分钟吧 就结束了 我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可能是类似于消毒之类的吧 同学们 我已经拆完线出来了 说实话 我刚拆线的时候 心态是崩溃的 就它把那个甲板拿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我这个鼻子 我就说 我的妈呀 这他妈就是阿凡达本人吗 但是 就医生跟我说 这是很正常的 他说我其实现在这一块整个区域 其实并没有消肿 特别是鼻子 这里还是很肿的 然后刚刚拆线 没有那么痛啊 我觉得还好 就是有点刺痛 然后我留了一滴那种 因为刺痛的 产生的生理泪水 但真的还好 是完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 我反而觉得拆耳朵的线 稍微痛感会更明显一点 我现在真的好丑 就前几天虽然也丑 但是现在 就我刚刚拆下来那个 板子的时候 立刻拿起我的手机 看了一下我整个人都说 就懵逼了 这太太丑了吧 我现在已经回到酒店了 就其实拆线挺快的 一个小时 半小时左右吧 就一公 不到 就回来了 然后 我现在整个人又加上 那个瘀青超严重 我现在整个人 丑的我都 丑的我真的 无话可说 这太丑了 像一只犀牛一样 你知道吗 那个鼻子 很大一个 就大肉鼻的那种 天哪 我人生最丑 也不过如此了吧 太丑了 然后 我法令纹这边 这两边 也有一点点淤血 所以这里看起来就是 好像很凹陷一样 我觉得院长挺会安慰人的 她刚刚就 跟我很详细的讲了一下 她是怎么样做我的这个鼻子的 从哪里开始垫 所以就让我不要担心啊 什么的 她说现在是你最丑的时刻 但是在接下来的每一天 你都会看到自己 从现在最丑的样子 慢慢的变回漂亮 这样想一想 就每一天都会好一点 每一天都会好一点 我觉得稍微好接受一些 我刚擦了一下我六天 没擦没洗的鼻梁 哇 你看这个 这个程度 好脏啊 我的天哪 我们今天终于准备回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样子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它还是比较肿 但是比起 刚拆线的时候呢 已经削了一点点了 我现在整个鼻子看起来就很像那种 就是假手说我能去拍那个桌腰剂第三部 鼻头特别大 因为它这里肿子嘛 医生说等肿削下来的 鼻头就会变尖一点点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然后这些地方都还是很肿 然后脸颊的这个地方也有一点点肿 医生跟我说了 它的肿是大概是从额头开始 这样子往下削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地方 它现在也稍微有一点点水肿呢 感觉再加上可能是刚起床吧 这个消肿的速度呢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消肿比较偏慢的 有很多人在拆线的时候 它就消下去 已经消下去一些了 但是我拆线的时候就是完全的肿起来的那种状态 因为可能跟我本身就是有一点水肿体质有关系 今天是我回家的第二天 我现在每天早上醒来 第一件事还躺在床上 我就是一直开眼就先摸一下自己的鼻子 有没有小一点 然后呢每一次摸 还有每次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 都觉得它就是比前一天要消肿了一些 但是因为它本身高拆线的时候实在是肿得太厉害了 所以呢就算是每一天都有变化 但是它好像也是需要 我觉得它可能需要十几天去那个消肿 我也没想到自己就消肿的速度会这么慢 哈喽大家好啊 现在呢已经是距离我做完手术两个多快三个星期了 然后这段时间我在家 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焦虑的状态 老是就一直照镜子 别人的那个整鼻日记里面说会很焦虑 我其实刚开始没有太体会到 但是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实在是深刻的体会 再加上我前几天生理期的那段时间 真的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它每一天都很肿 我每一天都期盼着它能够消肿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生理期有关 反正我在那五天里面 我的鼻子丝毫没有消肿的迹象 我整个人就是很崩溃 就有问我的院长啊问我的医生 他的意思是说我确实是属于恢复的比较慢的那一类人 然后但是他叫我也不要太担心了 因为我现在就做完手术还没有到一个月 他说我现在两个多星期 如果鼻子就已经是很尖啊很小的那种 等到三个月就是基本上完全恢复了的时候 你的鼻子就会非常尖 就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种自然款 还是建议我多去走动一下 就去跑步机啊或者散步什么的也好 加上我叫我不要过度焦虑的每天去搜别人的整鼻子的日记 就大家都是这样安慰我 但是我还是很深难受 你之后每天早上起来就一睁眼就是看我的这个鼻子 正面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地方粗粗的 然后鼻子鼻头呢这个地方也是还是圆圆的那种 就没有一个小尖尖的那种感觉 但是但是侧面我觉得已经能达到我比较满意的程度 比较自然的那种也确实跟我以前的侧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给你们看一下 我本来是想着这一个视频发出来之后 就是在这个视频的最后面出现的画面 我已经是恢复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是一个比较好看的状态 但没办法我也没想到自己的恢复速度这么慢 然后这个视频其实已经拖了很久了 然后我把我能够有的视频就已经录了的视频团获都已经发完了 那我这个鼻子就可能要恢复的比较好看 还需要一段的时间 那我这段时间可能也不能不发视频嘛 所以就到这视频的这一段最后也没有给大家看到一个很好看的样子 我已经开始很担心 因为有人说你整容失败了 你好丑 就我现在希望大家可以嘴下留情 就是在镜子里面看 没有在镜头里面看这么大 但是因为镜头这种东西特别的考究你的轮廓 所以呢就是你的不足呢会被放大 比如说我在镜子里看鼻子没有这么宽 但是它还是偏宽 所以它在镜头里面看起来就非常宽 不管怎么样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看这一期视频 如果你对我之后的鼻子会变成什么样 它消肿了之后我的整个人会变得怎么好看或者说不好看 你好奇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啊B站还有公众号等等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我现在就是这样大笑起来 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 人中的这个地方会有一点僵硬 可能是因为有点拉扯的感觉 那个医生说你在头两个月都会这样 过了之后呢就会没有什么感觉 就会恢复的跟以前一样 表情也会很自然 对所以我现在也觉得我整个人也有一点僵硬 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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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